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电影节又拉开了帷幕 可是与以往华语电影人称霸开幕红毯秀 半边天的景象不同的是 今年的开幕式红毯除了受邀评委一职的 中国电影导演杨凡之外 竟然不见一位华语电影人的身影 一起去看看我们记者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大家好 我是维嘉 现在是意大利当地时间8月30号的下午4点半 我身后就是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开幕式红毯的现场 现在距离开幕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观众席 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站得满满当当 值得一提的是 今晚美国男演员马德蒙将随着他的两部作品 缩身和迷阵登上红毯 一席经典的黑色西服装扮 马特达蒙写手身着红色透视长臣的妻子 露西安娜 巴拉索惊艳登场 来自世界各地的闪光灯与影迷们的欢呼声 也因为他们的亮相显得更加热情 当晚夫妻俩看上去心情大好 举手投足间尽显亲密与默契 团影留念短短几米红毯 竟足足走出了五分多钟 这部马特达蒙还分外贴心地 为围观影迷们音音显明 直到主办方多次催促 才烈恋不舍地离开 在此次的威尼斯电影节中 由马特达蒙主演的影片缩身 作为开幕式影片进行了展映 他在片中随着荒诞的剧情 加入缩身计划 体会了一把微观世界的酸甜苦辣 令观众们不禁叫绝 而由马特达蒙主演的另一部电影迷阵 更是入围了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 主镜赛单元 有望角逐金师奖 所受关注不容小觑 李茂 长山 围巾披肩 中国导演杨凡以第74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的身份亮相 他也是此次唯一一位登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红毯的 华语电影人 这一身中国风的装扮大气有端庄 东方审议十足 尽管当晚的开幕式 红毯不见华语演员们的风采 但令人感到振奋与期待的是 由中国导演文艳指导 耿勒参演的电影加年华 突破层层竞选 成功入围了本届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有望角逐金师 而由导演吴玉森指导 张寒宇 七威主演的电影追捕 也将作为入围非竞赛单元的 影片进行展映